进入部落之前 布林尔为传统领域画设工作 祈求平安 平东县来一厢白鹿部落 去年经部落会议通过 将自主宣告传统领域范围 经相公所协助 向中央园民会申请补助核定 3月16号到白鹿部落 进行第一次实地会刊 10年前就画过 然后我们来做之后 就开始做确认的工作 它的范围是不是在这个区块里面 就是当初画设的 那另外没有画设到的 也要把这个范围都要画进去 民国92年曾经接受 圆明会的传统领域田野调查 但当地其老和族人认为不够完整 还特地请来成功大学 地球科学系帮忙 实地踏查部落传统地名 并进行卫星定位工作 期待未来真正落实还我土地 我们自主化是 最主要就是要要求政府 将我们过去的传统的土地 能够归还给原住民 尤其在林班地内 也就是林物局管辖内 国家公园管辖内过去的耕作地 这个要优先去处理 第一阶段是白鹿本部落的调查和记录 包括瞭望台 祭场和人头架等 接下来也会延伸到传统耕地和猎场 希望尽早将传统领域划设完成 原则新闻巴朗 评论来一阵 我不知道